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当大家看到这一集的时候 我应该是4月24号的时候 又去了澳门那里 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所以 今集我同样都是想继续试下 去讲两个故事 去和大家聊聊 虽然上次那集就收市不好 但是我也是觉得 不应该这么简单 就是说 因为一两集的收市 所以就放弃 所以都是继续决定试下去讲讲一些故事 还有 暂时的习惯都是讲着 逢亲是讲这一类型人性的故事的时候 都是不出样的 究竟今天讲哪两个题目呢 我就发现 上次讲的两个题目 在性质上面其实都颇为相似 所以特意 今次就选了两个性质并不一样的话题 去和大家讲一讲 第一个话题 就是和大家讲一下 追逐名利是没错的 但是就不要成为名利的奴隶 第二个话题 就是关于熟是熟非 究竟我们和人去艾萨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有个结论呢 当然不是了 两个故事慢慢去和大家看一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 追逐名利这一样东西 其实都有很多名人告诫过这个世界 凡是名利之地 退一步就可以安稳 只管向前相当危险 只有淡薄才能明智 只有宁静才能致远 要退去世俗外衣才能种下成功的种子 对于追逐名利是人生于世的一种常态是没错的 但是 我们都应该要始终牢记 名利不顾是手中的工具 纵使是再好再吸引人都好 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 最大的意义其实是用来造福我们的生活去成就自我 如果是为了追逐名利而失去了尊严 甚至失去了自我 临为名利的奴隶 与我们的初冲就已经完全相违背 真正聪明的人都应该明白 品德的高尚比追逐名利更加重要 当我们说一个人他品德高尚 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 说完全跳出六道轮回之外 也不是 只不过是说他们是拥有一种超越世俗的观念 能够是捨棄无止境的贪欲 保持不为名与利所累的心 以及拥有一切适可而止的理智 逢有个丰富生活月历的人都很清楚 如果一个人是追深于公利 就会很容易被公利绑住条颈 对于一些 鲍贬的赞赏就变得更紧于怀 整天的心都患得患失 一个人当变得野心勃勃 贪得无厌 为了真权夺利而陷入去勾心斗角 也很有可能会吻灭良知 其实我相信这些例子大家都应该见不少 就算不是各位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也好 有时候就是在这个YouTube界大家都应该见到很多 有时候 我们为了view数 我们怎样怎样做 为了view数 不断去挖别人的东西 基本上是什么都有 所以 做人 最重要 就要有分寸 要能够坚守着原则 和底线 才 能够保持着自己的道德水平 坚守自己内心 对别人厚道 对自己同样如此 唯有不受名利的努力 才能够看清名利的力量 合理去运用名利的力量 我们才能够成为名利的主人 不过现实来说 这个世界就五光十色 到处都是充斥着一些 好友人的诱惑 对于名利的一样东西 很多人没有的时候 然后会说 是名利欲 分土 但是 当他有机会能够拥有 真正面对 都忍不住 要真一真 去拎拎 结果 害得自己身心疲悲 但是 就算再有下次机会 仍然会这么做 好了 与大家讲一个故事 乾隆皇帝在南下江南 曾经问我 有一個金山寺的一位高貞 就說長江中的船每天來來往往如此繁華 究竟一天有多少條船呢? 這個高貞就解答到說 這裡只有兩條船 一條叫做鳴,一條叫做鳴 鳴與鳴始終與人生掛勾 人的衣食住行離不開錢 活著也是勢必要爭一口氣 渴望吐氣揚眉有所作為 不過如果成為了名利的奴隸 就隨時走不出來 再說下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去到沙漠尋找寶藏 苦苦地逛了幾天 寶藏未找到,但已經是水盡量絕 沒了食物,沒了水,沒了力氣 他就很絕望地躺在沙漠等待死神 臨死那一刻,他就默默地向天祈禱 就說神啊,救救我吧 我這麼年輕,我真的不想死啊 好,當神真的出現了的時候 就問他,你想要些什麼? 他就說,我想要食物和水 不用多的,少少都夠了 當神滿足了他的要求 在飲飽吃粥之後 他又繼續向沙漠走去 幸好的是,沒走多久 他就終於找到寶藏了 貪婪的他就把寶藏一股爐 塞在自己的袋裡 但是這個時候 他已經是沒有足夠的食物和水 沒辦法走完剩下的爐 為此他就只能夠帶著寶藏往回走 好,一路走,他的體力一路慢慢消耗 不得不掉走一些寶藏 也就是這樣,一路走一路丟 一路走一路丟 最後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寶藏丟 他又再一次放在地上 等待死神的降臨 臨死之前,神又出現了 問他,究竟你還有什麼願望? 他同樣說,要食物和水 要更多的食物和水 死到臨頭,依然是渴望有更多的食物和水 為了去收拾那些奪木的寶藏 這一種很明顯就是被名利所操縱的木偶 因為如果他放棄了去拿這個寶藏的機會 其實他都應該可以正常生活 就不需要在沙漠那裡遭受這麼多的罪 因為脫離了沙漠之後 其實我們想要喝水打開個水龍頭就行了 想吃東西,雖然留下的東西貴 但是牽涉到生命的時候都吃得起 但是去到沙漠的那種情況 就更加顯示出名與利究竟當中是代表了什麼 不過沙漠就是一個很嚴苛的環境 其實我們人的社會同樣都是一種另類的沙漠 社會上有很多人為了獲得更多的財富、拼命去爭 甚至乎不惜拋棄了誠信和原則 任由金錢的魔長去掌控自己 為了獲得更高的地位 費盡心機往上爬 甚至乎不惜拋棄人意和道德 明明自己是為了名利而奔波 但是就以為自己在掌握命運 殊不知命運就一早已經將他們交給名利和慾望 令到他們隨時會成為名與利之間的犧牲品 每一個聰明的人心中都應該有一把尺 去含量自己走過的路去判斷自己該做的事 在分寸之間追求成功 腳踏實地去做人永遠都不應該成為名利的奴隸 更加就是說不應該為了追求名利 違背了做人做事的原則 那究竟怎樣才能令自己在名利面前 能夠不抗不卑堅守本心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行事有分寸心中有節制 簡單來說就是對於功名利錄金錢美式 德與失這些用理智的態度去看待 不是什麼都追求 也不是什麼都在乎 而是能夠平靜地對待生活 對待身邊的人 是很多事情都要做到能夠欣然接受 就算失去了也好 都能夠太然處之 在鮮花和掌聲之下不忘形 在冷嘲熱縫的面前仍然能夠顧我依然 當大家仔細去想想 其實人生在世 命同利都是身外物 身帶不來死帶不去 根本不需要將它們看得那麼重 如果這一刻是不斷地去追求和索取 但是有時候是你索取完了 但是過完一陣你都很難以會再滿足 因為這個貪婪慾望是一個深淵來的 就算你這一秒滿足了也好 你過了很短的時間 你又會再去追逐第二個深淵 只會令到自己不斷去追不斷去追不斷去追 追到唯有去到身敗名列才會完 其實這件事是和大家去賭場賭錢一樣 就是我贏了 然後又想繼續贏 對於名利這件事來說 當你有的時候 你又會想繼續爬上去 然後為了爬上去 你又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然後就導致自己漸漸失去了自我 甚至乎就是當你想爬到一個 根本不屬於自己的位置的時候 就很容易你需要去出賣自己的誠信 道德才能夠獲得這個位置 這件事就很容易令到自己身敗名列 為人處世 無論是什麼時候都要懂得把握分寸和尺度 要做到性不嬌敗不履 喜悅不至於忘形 悲痛也不至於自棄 經常懷著一火淡泊的心 我們才能夠有一份獨有的安寧和坦然 不會在這個蜜辱環流的社會上失去了自我 不過當然 這裡所說的淡泊 就不是鼓勵大家躺平 不是說我們就需要貪圖安日不思進取 而是說要學會折制欲望和野心 要正確有道地去令到我們的欲望去驅使自己 例如說我為了賺多點錢 所以我就去讀書 即是用這種慾望去令到自己幫自己 upgrade 提升一下腦 提升一下學歷 這一個就是合理地去運用慾望 到其時人就能夠在物質上成功 然後心靈上也得到純潔和自由感 才叫做真真正正的成功 好了看完這個故事 接著就再去和大家看下一個故事 和朋友大家在爭執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要有個結論呢 當如果你有個朋友 是不分青紅做白 將你狠狠地批評完一頓之後 就算你怎樣不斷去叫自己冷靜也好 但也避免不了光火上升 和朋友爭論不休據你力真 這也是一個很自然的行為 同樣地這也是一個很不成熟的表現 究竟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爭辯的結果 你永遠都不會贏 有些人就會問 為何贏不到 明明真理就掌握在我手中 我怎會得不到勝利呢 有一個例子大師寫了一個關於他的故事 就能夠好好去解答到這個問題 有一次這個例子大師卡內基 就請了一個裝修設計師 希望他能夠為自己佈置一些窗簾 當帳單送到過來的時候 卡內基就大吃一驚 過了幾天之後 一位的朋友就來到卡內基的家庭作客 看到窗簾之後 隨意問了 喂 弄了多少錢呢 當聽到價錢之後 他就很憤怒地說 嘩 太過分了 他擺明當你是水魚 好了 卡內基都知道 其實他的朋友是在說真話 但是卡內基第一時間的感受 就跟普通人一樣 覺得 喂 死了 讓你知道我被人做了水魚 確實是有損自己的智慧 於是就開始為自己辯護 貴的東西總有貴的價值 你不可以用低價錢買到高品質的東西 就覺得我今次被人找了水魚 我這些貴的東西 這些藝術東西 你就看不明白了 總之就是自己擺明愚蠢 自己擺明被人找水魚 但是死口也不認 隨便找藉口頂住 去到第二天 第二個朋友 再去到卡內基家座客 當見到這些窗簾的時候 也問過價錢 然後當聽到價錢之後 他就不是說 哎 你被人騙了 反而去讚揚 這些窗簾就非常之精美 然後卡內基的反應就完全不一樣 他就終於說回實話 我又不是說覺得真的那麼漂亮 我只知道我給那個價錢太高了 我都很後悔買了這些窗簾 即是這個人 其實他知道他第一個朋友 說的是事實理 但是做了水魚 不過他直接聽下去 就會覺得很銀耳 因為是覺得 侮辱了自己的判斷力 好了 去到第二個朋友 明明他說的不是事實 但是傳到自己的耳朵 就覺得相當之好聽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說 有時候就算你說的是對 有時候就算你說的是真理也好 也都不代表你能夠得到勝利 也有時候跟人爭辯更加是這樣 其實只要吵架爭辯一開始 基本上兩邊都不會存在所謂的贏家 因為如果對方是正確的話 自然就會據你力爭 咬緊不放 自己那邊也都會因為是沒有道理 所以就落入下風而成為輸家 如果對方是錯的 但是錯他又不想就是說 你要我認錯我豈不是很低威 有時候就不是對於錯的問題 有時候是面子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是沒有道理那邊 就會去提高自己的聲量 跟著就再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去進行詭辯 最終就會令到雙方罵到面紅耳赤 場面是十分難堪的 去到這個時候 就算被你在一場爭辯當中贏了又如何 無論你是手握著道理真理那個去罵人也好 還是說我天生就是一個詭辯大師也好 其實都已經變得毫無意義了 因為最終就變成為了贏而去贏 而不是說為了了解一件事 雙方能夠有東西代倒落袋而去進行一個爭辯 最終就只會令到場面十分難看 去到那個時候就算被你贏到也沒用 因為在別人的眼中 其實兩個都是跟失敗者一樣 變成一個沒有家教、沒有風道、沒有修養的人 所以就是說 爲何爭論一旦開始了就沒有贏家再會出現 好了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一個叫做陳華的人 就想不到在自己26歲的生日宴上 居然是會發生了一些令到自己不高興的音樂 在那天生日為了慶祝 他就把同一個城市的好朋友都請過來 在宴會當中 有一個叫做張峰的人就說 要為大家帶來一首張學友的冰語 當張峰唱完這首歌之後 有一個叫做李強的人 這裡就真是寫李強 一個故事這樣寫的 不是說去說現在中國的領導人 什麼什麼什麼 真是人有個名相似而已 李強走過來就跟他說 你錯了 冰語就不是張學友的歌曲 是劉德華的 張峰覺得自己沒錯 堅持就說 這首歌是張學友的歌 李強見到他這麼堅持就叫他 你問問其他人 看看這首歌是不是張學友的歌 看看誰對誰錯 結果大家見到他們兩個如此爭執 都知道無論這首歌是誰 究竟這首歌是張學友還是劉德華都好 都會令到另外一個人覺得很沒面子 所以每個人都說 不知道不知道 沒有聽過 沒有了解 又或者說不清楚 好了 至於一開始出來說話 你錯的那個李強 他就覺得很奇怪 明明這首真的是劉德華的歌 三歲小朋友都知道 為什麼你們大人 每個人都不知道 是要去到最後 生日宴的主人翁陳華實在看不過眼 對他們兩個說 其實你們兩個是過來慶祝我生日的 究竟這首歌是張學友的還是劉德華的 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呢 在這個時候 張峰和李強就發現 他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總是想要證明自己是對 別人是錯的 忽視了來到這個地方的真正目的 同人爭辯你就永遠不會贏的 就算贏了都好 其實都是輸 因為你是要去證明自己被人聰明 所以對於你所要去爭辯的對象 其實就是等於我要去打擊你的智慧 我要去打擊你的判斷力 自尊心和榮譽 如果對方不服輸的話 就一定是等一個你出醜的機會 然後再狠狠地爭辱你 所以這方面大家就真的要注意一下 有時候人家說錯話 就不一定是要第一時間指證對方 當然啦 如果有時候我拍片說錯話的話 大家正正常常在下面留言區說回通知我就可以了 就是又不需要說 又要問候我全家 又說你吃屎啦 這麼簡單東西都不知道 就是你正常提回我就可以了 就是都不需要去到一個這麼差的爭辯地步 還有有很多的銷售士 做開生意銷售的人 其實他們經常都會跟自己說 就是說 永遠就不要跟別人爭辯 因為他們知道 其實做銷售士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我跟別人去銷售東西的時候 他們都會堅持 即是客人會堅持自己幾件就說 不是呀 這件事不是這樣的 但是 作為一個銷售士 就算他不是最專業的行內人 但是他都一定會熟一點 你就不要說走去反駁客人 就算是解釋也好 都要用一種比較軟轉的方式 去讓他知道你是錯的 而我是沒有心跟你爭辯 因為如果不是 就算你拗贏了客人又怎樣 對呀對呀 客人說錯了 對呀 沒有這個尺寸的螺絲 那又怎樣 對吧 那你最後不是又是 銷售不到貨 因為你的客人已經覺得 喂你這樣真是囂張我 你這樣真是說我不懂 我覺得你態度不好 不買了 以後不光顧你了 叫朋友不要光顧你了 所以千萬不要跟別人爭辯 因為任何人跟別人爭辯的時候 情緒波動都會很大 這些談判所得出來的結果 往往是會比自己的預期差很多 所以永遠都不要跟別人爭辯對預錯 畢竟我相信聽得這檔節目的大家都不會是學生 因為十幾二十歲我看過後台數據 應該就沒有人會聽我的 所以既然大家都是成熟的社會人 要記住 原來曾經富蘭克林 即是應該是美金一百元的封面人物 他都說過 如果你一味地去增強去爭辯 即使你佔了上風也好 這種勝利也是得不常失的 因為你永遠是沒有辦法獲得對方的認可 為人處世 我們要得到對方的認可 首先就是要避開爭辯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懂得退讓 記住千萬不要跟別人做無謂的爭辯 因為這樣既是會得罪人 亦落不到什麼好下場 所以有時候去教醒一個人 即是我自己也是 無論是由十八歲到現在二十八歲的時候 都會發現到 例如十八歲的時候 可能對於一些升學問題 我們朋友之間的意見是不一樣的 究竟是讀書好、做事好、讀哪間好、讀什麼科都好 有時候大家都有很多爭辯 現在來到大家二十八歲 條路都選好了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又會說 明明自己過得不太好 但是人家又去質疑你的職業 例如說 你公務員 你怎麼怎麼怎麼 你擔心被人炒 遲早的KPI殺到你身上 當然這些是我假設的例子 因為現實上 我不會去跟朋友罵這些問題 因為隔行如隔山 就算我爭辯了他也好 我朋友也不會轉過來拍片 我應該也不會轉到做公務員 所以就算是未來公務員的前途好些 還是是拍片的未來前途好些 其實爭辯了也沒有意思 因為我們兩個人都不會有什麼實際的得著 又不會說 你怎麼醒了我 我知道我未來條路應該怎麼走 根本就不會有這件事的存在 還有 有時候有些人他聽勸的 你都可以嘗試去勸一下他 但如果有些人不聽勸的話 其實有些人我真的覺得 都不是有教無慮 有些人不聽勸的話 其實救你也無謂 根本有些人是橫石器 又或者可能叫做暫時這個時間段 是救不了 唉 我相信各位觀眾人生的歷練 經驗 見識給我多 應該更加體會到我今集所說的內容 好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無論喜歡好不喜歡好 都可以給多些實在的意見 還有我都會幾在意今集的觀看數 再看看將來會不會去做這一類型的節目 因為如果大家合聽這些故事 人生道理的話 其實當然如果觀看數有保證的話 其實我是可以準備得更加多去說的 不過今集都是屬於一個試驗性質 當你聽到來這裡的時候 我應該在澳門不知道在做什麼 不過放心 我這一輩子都應該不會賭錢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裡 就這樣 拜拜